天之道 虽有鱼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国产顶级历史传播剧 大明王朝1566 写的是百年史 拍的是众生像 最值得推敲的 便是史册里的人心 本期点赞过万 下期几日赶出 赶跑了老搭档 大明五旬老汉留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只难过了一瞬 就迅速找回了场子 管教了儿子 又除了身边最大的一棵芳草 家境的黄泉 又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 接下来 那是一刻都不能等 当天晚上 内阁收到上誉 各部瓜分一千多万赃款的分成拟票 明早必须送进宫里皮红 还是八月的暑夜 高空匆匆跑去内阁加班 还是闷出了一身的汗 进了职房的几位大人 更加燥热了 吕方吕公公 已经发配到南京 给太祖高皇帝去首领了 在座四人连眼就都睁大了 这一遭受罪的不止欲望 连吕方都倒下了 明天一早 苏莱跟清流不怎么对付的陈红 倒成了私底剑劈红的掌印了 变故如此 谁也不能动皇上的逆临 给公布多分钱这档事 倒没那么难以接受了 不能再犹豫了 今晚我们把票你重新算一遍 从另外几项里 拨150万给公布 立刻尽量 立刻修那几座宫和那两座道观 赐福李春芳 也不模棱两可 一二三不沾了 兵部可以分出去50万 虎宗县将倭寇赶出浙江 倭寇又死灰复燃在广州福建的沿海之地 如果省下50万军费 余大游 七气光预备在今年发起的秋气宫市 就得被迫告吹 化尽功为被动皇狱 七旭忍受倭寇海边作乱 百姓又要过不上一个好年了 就为了给皇上修改公关 军费都给砍了 高孔还能说什么 就这也还差一百万呢 话说到这份上 赵真吉户部那份赈灾款项 恐怕要拿出一二 军须民用 这两项在前 他一个官员俸禄 怎么有脸积蓄钻着不放 日子再难过 底下同人们也讨不到信奉了 经历的各部贪官 外省的巡岸史 布正史 岸查史这一级的官员 今年全部领奉路 四平以下的金官 不发一半 四平以下的地方官 全部补齐 要不然 他们会放手去贪的 拖欠了快一年的工资 以四品为戒 以下的工资砍半 以上的做个表率 索性不领了 即便如此 钻着大家伙的工资条 也只能凑出个四五十万 按照一百五十万算 兵不拿五十 力不拿四五十 还差五六十 看高大人那副 勉为其难的模样 等着户部的凑额 也该是六十万 只多不少 徐杰也看向旁边 莫无作声的赵真吉 孟静啊 哥老 这可牵扯到受灾地方的百姓 和磕正赴税地方的百姓了 户部有办法吗 事已至此 有没有办法 都是赵真吉该担的了 岂不闻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等治理名言 兵部都能挤出五十万军费 分了四百多案的户部 是一定能掏出六十万两的 然而从灾民的钱里硬抠 这当然不是贤君所为 普天下骂的是皇上没错 可要让皇上从自己手里挨了骂 背上那点子恶名 他赵真吉还怎么往上爬 这一宿 各部连夜重新拟票 找尽理由方法 给皇上凑钱 第二天一早 一息宫惊涉中 佳静再坐上神坛 也不见病态了 首府同庆 也如从前不上朝 而闻身百事 以庆处定朝政的模式 再度开启 孟回大明初开场 大殿龙椅之下 再摆上紫檀大案 两侧群臣站立 四里见照样居左 以皇锦为首席秉笔 内阁居右 以徐坚为首府大臣 值得玩味的是 四里见各位公公们 端坐太师椅 后在其旁 对面的内阁大臣们 却是矮蹲陈列 做得是无依无靠 居居井井 赵真吉和徐凡 还要持着奏书 规规居居立在原地 这是徐哥老还没入阁的学生和儿子 陈红穿上衣级品服 昂首阔布 慢慢地步入了上手案前 他首次正式掌印 对徐坚十分尊礼 甚至欠一欠身子 虽然曾经老夫出宫 俩人也有点不便明说的矛盾 这一回 两岸成了帝之左右手 也能装出一副团结协作的样子 为帝分忧 这真是给皇帝凑钱 各显神通 我们来看看三家是咋说的 先是砍出五十万军费的兵部 兵部昨天一日一夜 又重新细算了一下 原来所算的银子 眼下还用不了那么多 可以减出五十万两 拱工部 修万寿工 人寿工用 面对皇上 赐福大人可一点都不甘草 算了一天一夜这事 甭管真假 听着认识辛劳有加 一把年纪的老臣 叫皇上都不好意思多加责怪 才说这银子到底是如何紧锁 叫前仙将士们如何被撤肘 让倭寇怎样更猖獗 黎民又如何受苦了 就都不提了 反正钱都掏了 随性把责任都揽过来吧 三言两语 成了预算有误之后的合理缩减 不但没有皇帝威逼的事 也没有将士及万民的委屈 还将过错方都放到自己这一边 都有昔日严格佬 替君遮风挡雨的风采啊 家境神色微松 轻轻摇起庆楚 这一方 颇有管教之后 蒋赏官还自一颗甜枣的悠然 两声庆响穿过殿堂 陈红也下笔如风 飞快给兵部劈了红 凑前第一项兵部已经达成 接下来 是不情不愿站起来的高拱 梁京各部堂官都愿意暂不领欠缝 一接家境上好的官员也可以暂不领欠缝 因此立部也能减出四十万两 以解君父之忧 拨公部修公冠用 高大安是当真不满的 各部堂官不领欠缝 家境上好的也可以不领 这么着 才堪堪凑出四十万 作为为百官讨薪的代表 瞧这个灵性的赞 也可以想见高大安这钱 是他倒有多不情愿了 话说回来 没钱发工资 和有钱不发 这是两回事 让百官拿出工资 敬献朝廷 这样的事 本该发生在增援战场 援助灾民 这样需要集资的事情上 为国家贡献一份棉薄之力 现如今 非这么半天进 却是为了解君父之忧 给皇上修公冠 听上去 真是匪夷所思 即便是前者 在历史上 也算得上罕见 毕竟国家穷到 可口官员工资这种事 只为博弟一乐 这大明 才真是要亡了 皇上当然听得出不满 也知道这事 是自个儿办得不太厚道 可这高宫也太不收敛脾气 将一切责任 推到他身上去了 大杀四方之后 家境记大权在握 又没那么大气性了 就摇着庆楚 露出一副老猫细数的 似笑非笑 在同庆上方绕着圈 就是不敲下去 外边等不到这声庆响 都有些不安的忘了过去 即将发言的赵真吉 冷汗都快下来了 等把店上的人 都折磨个够了 就一声 再多没有了 论敲打 皇上可太会了 解恩战战兢兢的 看着陈红闻声披红 虽然比李军方的兵部 少了一声轻响 可吏部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许杰这回可吸取了教训 将提点的丑话说在了前面 该户部了 赵真吉 户部的钱牵涉百姓 凑钱金额还剩下六十万的支出 怎么着 也得把路给盘活了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 感觉以老恩师为首 包括陈红等人 都警告的 投来凝重的神色 接下来的话 才真叫字字珠基 天之道 历来是随有鱼 补部族 我大名 两经一十三省 也有负数的省份 户部 已经跟南直立 浙江 还有湖广行文 叫他们从各自的藩库里 拿出一些鱼款 或从各自的棺仓里 拨出一些鱼粮 接济受灾 和征税过重的省份 这样 户部也可以拨出 六十万两款项 给公布 赵大人说话是真有意思 让我们从头说起 天之道 随有鱼而补不足 老子道德经的原话 通俗一懂点 就是说 自然的法则 是减少有鱼的 补给补足的 以多补少 而赵大人没继续 背书的下一句呢 是人之道 则不然 损部族 以奉有鱼 社会的法则却相反 需要减少部族的 来奉献给有鱼的人 这人之道说出来 可太讽刺皇上 没说出口 就跟预示着 上手等闲者 不做人了一样 赵大人口中的天之道 也很简单 叫南之利浙江等 富庶省份 拿出鱼粮 救济受灾和重负的百姓 这就是略知于官 而补不足了 这样一来 灾民得救 也不会骂圣上无德 户部也拿出 闲钱六十万 送到公部 给皇上修公罐 轻飘飘 两难自解了 然而到头来 这大明朝 干的全是 不可说的人之道 损不足 以奉有余了 毕竟不出口 不上秤 也没什么 一千斤打不住了 嘉靖咀嚼着 赵真吉这句天之道 这才是今天 最佳的两难自解 皇帝陛下 这会儿也不闹脾气了 更不拿庆楚逗人玩了 双眼一派 清明的祥和 这么一来 满堂大佬也无话可说 只是 这就跟燕茂青南下 巡演打秋风一样 得提前跟地方大员们 通个气 徐杰担心事出突然 地方不肯拿钱出粮 户部的安排 甚是妥当 只是 南支离浙江和湖广 有无意义 一抬眼 在桥间赵真吉那副 胸有成竹 回合了 一个月前 属下已经跟 这几个省份 公文商量了 昨天 他们的回文都来了 都愿拨款 拨粮接近 受灾的省份 都还说了 上街均负之忧 下诉灾民之困 义不容辞 听听 一个月前就写好了信 在嘉靖闹市 要修公关之前 甚至在昨天晚上之前 赵大人对户部 瓜分的四五百万两 可是半点意义没有 也不知道赵大人 是为了哪道与筹谋呢 再说 他既然是提前打好的招呼 那可想而知 他能拿出来的 是绝对不止六十万 但不管其间猫腻如何 眼前搬到地前 在赵大人的一整言辞中 都变成了 主动自愿为之 以达到 上街均负之忧 下书灾民之困的 宏伟壮志 嘉靖猛地敲起庆楚 狠狠地连敲了四下 这倒是龙颜大悦了 这么明显的情绪 真是多年未见 连陈宏对我些尊敬地 走过来亲手接奏书 赵大人 请坐吧 毕竟两声的李春芳 与一声的高拱 都好端端地坐在矮凳上 没理由让四声的赵大人 还眼巴巴地站着 陈宏盲目的 给户部奏书披了红 公 立 户 拿出了一百五十万善款 成功让公布的预算 增加到了三百万 徐小时兰的脸色都兴奋了 天下一心都为了君父 公布一定要将这三百万 好好用在工程上 保证今年年底全部竣工 供奉皇上 居有定所 这话说的 就跟皇上之前 一直寄人篱下 居无定所一样 感情千里沃土的大明江山 七十二宫殿的紫禁城 都住不下一个九五之尊 非得要再修一个空观 才能让君父休息 睡得踏实了 这话当然谁都不敢想 更不敢说 不管怎么讲 分钱的事真是尘埃落定了 但毕竟还有个海瑞 在六臂居固然打皇上的脸 清流还是得给个交代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 传至当今圣上 已经一世一世 福泽天下 圣德巍巍 直追姚顺 赵真吉 你管着户部 昨日户部新上任的一个主事 妄议圣议 你过问了吗 赵真吉昨天听了师父的处置海瑞 半点没耽搁 回去就罚了海瑞六个月心疯 海瑞家有老母 病妻 一家三口的温饱和医药费 以及需要安月支付的房租 对于海大人来说 责骂警告 机过处分 都不如这一招经济压力 来得府邸抽薪 陈恒鞭打朱七齐大柱 罚得不中 看着还惨 叫皇上自个儿心疼 还挨了顿骂 赵大人看起来轻飘飘 实则真正伤了海瑞根本 赵真吉此人 还是有几分寸毒在身上的 家境却甩着手 大摇大摆跨进殿门 该出手时便出手 忠逼后见皇上 得饶人处且饶人 打从一排下跪的爱卿们身前已溜过 家境略微扫了眼岸上的奏书 倒显出几分满意来 他的音调又变得懒洋洋了 为父的要知道疼爱儿子 做上司的 要知道宽恕下属 一句话便罚一个月份 听说那个海瑞还算个清官 怎么 这半年你让他一家喝西北风去 先是暗暗地让徐杰给自己儿子行方便 也就是不要给小徐侍郎修功冠使绊子 踏实地为君分忧 再是居然破天荒给海瑞主持公道 这倒是跟心童朱七等人不一样了 毕竟家境是真看海瑞不顺眼 又真拉不下脸来 跟个六品小官计较 当时骂陈红下手中 可能是真责备 现在点照真吉 倒有几分面子功成了 今天家境占尽了便宜 也就爱起了羽毛 不想人正爱民的形象有损 虽然本身早就没啥形象了 赵真吉人跪在地上 心里早就转了好几个弯 这回就试探着开口 圣上如天之人 臣未能上体圣上之人心 臣惭愧 臣愿意 从自己的俸禄里分出些钱来 不给海瑞六个月的罚俸 瞧瞧 赵大人又干了两难自解的事了 既罚了海瑞 又提现了皇上的如天之人 唯一受苦的只有他赵真吉 赔了自己的俸禄补给海瑞 然而这满堂 就跟没有记忆一样 高拱刚才的揍书 两经各部堂官 都愿意赞不领千锋 今年的赵大人无缝 自然也拿不出钱粮补给海瑞 刚才说的话 比能听个想的屁都不如 让海大人喝西北风的这一出 还真是一场君臣相宜的假话 家境自觉找到了官场 心意任好搭档 又有了闲心给朝臣们出谜语了 宋朝有个人曾经出了一个绝队 叫做三光日月星 愣是没人对得上来 苏东坡大才子 只有他对上来了 齐克朗 臣在 你应该记得他是怎么对的吧 回圣上 苏氏连队了两队 第一队是 四师封雅宋 第二队更为高明 是四德亨利元 未必仁宗的尊伟 掠去了亨利真元的真子 苏大才子对对子这个典故 实在有名 忍不住展开讲讲 广为流传的说法 是当时辽史出对 三才天地人 当然也有种说法是 三光日月星 但也有可能是在三次经中 有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这样的句式 导致流传过程中就被搞混了 但不管是三光三才 都难住了大部分人 苏氏 仅以四师封雅宋 就可称之为绝对 其中的师自然是师经 但雅一个字 实际上只带大雅小雅 并上封宋 这才是苏大才子的四师 东坡不仅以一连对上 还满一宋三 又补了三连 才华横溢 精彩绝绝 其一 一阵风雷雨 其二 两朝兄弟邦 其三 四德元亨利 周一中 钱挂的四德 对应的是 元亨利真四字 但因为宋人宗名赵真 真真同音 属于圣会 是不能提的存在 相比四师封雅宋 这一对 同样堪称绝妙 时隔千年 再度为苏东坡先生的 才气所折服 当然 嘉靖提出来 不是为了什么对联 多少才气 单纯为了那个真子 他颇为赞赏的 看了眼徐杰 你现在是内阁首府 内阁眼下只有你 李春芳和高拱三个人 太辛苦了点 把苏氏缺的那个字 补上吧 赵真机震惊地 睁大了双眼 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在场这么多人 也都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赵真机这是要入阁了 按照年岁与资历 倒也确有可为 只是没想到 内阁之中 徐格老的势力 仿佛又壮大了 正是此时 徐格老本人 却难得一见地糊涂 起奏圣上 陈愚顿 请问圣上 是不是 在内阁天上 一个真子 这个真子 是否就在眼下几个人中 家境眉毛一映 又不高兴了 为递者 最忌讳被下面猜出喜怒 他也最不喜欢 把事挑明 许觉今天 却偏偏要跟他唱反调 非得问出个一二三来 家境也就故意 将话说得十分不客气 徐格老聪明 果然是聪明 如果阎松在 就不会问怎么吸 陈灵旨 家境这相当于 当众骂街了 徐街看上去 却不太在意 他当然明白皇上的意思 可他当然不会 成为阎松剃补 无论是议会圣意 为皇上遮风挡雨 还是重复正路 自然也不陪着皇上猜谜语 阎松倒了 旅方退了 御房折服了 陈宏上位了 这大明变天的日子也快到了 他徐街也不打算迎头而上了 如果有徒弟赵真吉顶上 那或许在某种程度上 为他徐街支上一回风雨 又或许 成为他徐街的风雨 徐街不会再拦着皇上的所作所为 却要开始事事求旨意 不再做揣摩圣心的事 未来的某一天 也不会替任何人背锅 从今天起 恐怕他是真要化身干草了 徐街突然仰起头 阁外高亢 朱 护不上书 赵真吉 吉日入阁 臣谢圣上龙恩 但老徒弟 在所不辞 这一跪 是多少文臣明示的毕生夙愿 家境目光飘渺 也不再看下方欺捕之声的赵真吉了 真者 吉也 他默认了徐街的退后 只盼着赵真吉 当真才堪大用 当得住大明的新期望 欺负太多会遭到反噬 第一个杀上来的 是个官子 海瑞说过 大明朝两经一事三省 数千里内 无一寸净土 官员俸禄 己创历史新低 不够温饱 但凡有能力勾得上贿赂的 基本上没有干净的双手 贪这个字眼 几乎贯穿大明 尤其家境这一朝 凡叫得上名字的能臣良将 从著名坚定严松 到朝政清流 徐街高拱张居正等 以及远在战长的总督胡宗宪 为大明资了多少实证 匡扶了多少大义 其人生的最后 都是家财万贯 贪之所得 一个下场 这一回 拿官员奉禄帮皇上修公贯 四平以上大员不领工资 不是出身世家 就是地主财主 再不济 手身的够长自有门路 本身家都有些闲财 也不是靠工资活着的 四平以下的 一无权 二无市 三无身家 就算全部的工资 才看看比官家的马夫 奴役多上些许 喝杯好酒都得思量再三 这回再砍一半 可不要了命了吗 年关到了 大明经济下行 消费降级 百官竟然大闹互故 别忘了三连催更 红旗之下 向阳而生 我是娇严 咱们下集再见